我们刚刚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有了居住县市2居住乡镇 我要跟另外一张资料表的区别 关联 怎么关联 来请点选第三张资料表 第三个功能叫关联性 关联性 好 请把这个第二组登革热1998拉到最下面 有看到这个居住县市2居住乡镇吗 当然啦 如果你不想要拉到这个最下面的话 这个卷轴有看到吗 照样也可以使用 好 你把这个卷轴拉到最下面 有看到这个居住县市2居住乡镇 请把它拖曳到什么地方 拖曳到区域别 那很多同学都会说老师我刚刚真的是拖曳到区域别 可是它怎么会跟联名别产生关联 没有这一回事 它真的是跟我们相关的这个资料表 栏位是有产生关联 你有看到吗 你游标一定要放在这条线上 它就会把关联的两个栏位加框框 加框框有看到吗 这代表说我们就是用这两个栏位来去产生关联 建立关联 可不可以删掉关联 可以 华属右键点这条线 好 我们现在不是要删掉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请问一下 这边这个内政部的年底人口数 这边有看到区域别 对不对 旁边是不是写了一个1 1 对不对 好 这个意思是说 新北市 台北市信义区 只会出现一次 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新字号 对不对 台北市信义区 在这个资料表里面 会出现很多次的意思 可以吗 这就是一对多的资料表 那请问一下 一对多的资料表 我们到时候应该要 刻意保留的是 一还是多 绝对是要服从 一这边的定义 那记住我现在说这句话 以免到时候你会做失败 就会做失败 这边的资料表里面 就会做失败